老子在被冤枉的 老子冤枉 老子在被冤枉的 劫持一族的犯人叫吕庄 两年前曹韵关义案的嫌犯 他盗窃关营后 被高山发现 他杀了高山 归躺卷宗李济明 在吕庄家搜出两块关银 前任支县梁大人 几次提审 吕庄就是不招 要救回关银 就不能杀吕庄 只能把他一直关在大牢里 我冤枉 吕庄大人的 是大人 我冤枉 那关银是高山头的 他亲口告诉我的 我想和他点银子 他想杀我灭口 我是为了自卫 才动刀杀了他 杀人我认 但关银真的和我没关系啊 吕庄 你别冲动 先把人放了 除非大人答应我 替我洗冤 要不然他就会 没有一起上路 是在你家搜出的关银 那是高山栽赃陷害 现在除非你能拿出新的证据 证明是高山栽赃陷害于你 要不然 我根本帮不了你 大人 我都身陷领遇两年多了 还哪有什么证据啊 大人发的那天晚上 我正在衙门吃惊呢 那胖山和刘家明都能听我证明 我哪有时间去偷啊 可是他们 根本就不听 大人 您只要在重头细查一遍 就一定能查你 我说的是真话 石志伦 说了半遍 你也就是个用户 你要不答应我仇神 我现在是杀了 让我自己 天霸 先止血 春天去叫过大夫 大夫 怎么样 石大人 他失血过多 气弱油丝 我只怕救不活他呀 大夫 他不能死 要竭尽全力帮他活下去呀 我 尽力而为吧 吕庄 我是石志伦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吕庄 刚才吕庄是来得及先杀人质 要真那样 人质不死也会重伤 吕庄没有杀人之心 他自杀也就是给我们做个样子 真要自杀 一头撞墙早就死了 何苦在狱中苦撑两年呢 也许他在等大人 吕庄说案发之时 他在衙门之经 有两人能证明 要真是那样 他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呀 这么重要的线索 梁大人怎么能忽视呢 难道就因为在他家搜出两块关银 找胖三和刘家发问话不就清楚了 对呀 梁大人怎么不去核实呢 恐怕没那么简单啊 尤杰漢 弄听 宛如天烂 只是这弹琴之人 似乎有几分忧伤啊 可以从琴音了之一个人 内心的所苦所乐吗 也是凭感受吧 弹琴者拨弄琴玄 本就是抒发内心 倘若是哀怨孤寂之人 琴声里是藏不住的 看这气派 该是负伤俱骨啊 还有什么可忧伤可孤寂的 天爸 别愣神了 卷宗里没有记载 吕庄在衙门直经时的口供 那就自然没有 胖三和刘家发的证人证词了 是 难度记录些什么 吕庄三十二岁 曹韵衙门衙役 因杀人被抓入狱 抄家时在吕庄箱子里 起货两块冠银 过堂一 十六次 喊冤不认罪 一口咬定高山陷害栽赃他 有吕庄的家人和亲戚的记录吗 有 他没娶妻 在江都有个表妹 叫迪云慧 她是高山老婆 吕庄和高山是亲戚啊 高山呢 高山二十七岁 草运衙门衙役 高山和迪云慧 住县衙外竹竿向九号 高山死后 知县梁大人审过迪云慧 他一问三不知 高山家超过吗 超过 一无所获 高山可有亲戚记录 卷宗里没有记载 案发时间 两年前的四月初八 丑时到银时之间 关银汉案发后多久 高山死的 四月初八案发到 六月二十九 八十一天 吕庄被抓是 高山死的当天 六月二十九 你怎么看 疑点冲冲 大人怎么看 重查关银案 胖三留下 天霸 你带刘家发去片房后审 是 胖三 两年前的四月初八 大人 你在做什么 回大人话 小的在曹云衙门 关库执经 怎么记那么清楚 那天发生那么大的事 那还能记不住 这关银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被盗 我们是又被审 又受刑 又被除名 还被抄了家 执经时辰 子时到银时 执经当晚 你都和谁一起执经 就刘家发 吕庄 你们三人执经是都在一起吗 都在 吕庄 去了一趟茅房 多趟时辰 很快 半个时辰的半个时辰 他去茅房时你在做什么 我们两个就在关库院里溜达 过堂时谁问的话 这是县梁大人 当时你怎么说的 我就这么说的 要胡说啊 早被打死了 好 你没事了 可以回了 是大人 怎么说 他们三人执经时都在一起 这么重要的线索 怎么能被忽视呢 梁大人已告老还乡 当时的主部文大人 还在江都县城 县衙之县师大人到 好 文大人 我是新任江都之县师士伦 欢迎欢迎 来 请 请坐 啊 是大人 请 文大人请 文大人 此次冒昧到访 打扰了 啊 急感急感 我是因为观音案来的 有一天高山河多了 跟我学一样说 以后 可以撒开了光景馆了 我说 哪来的那么多钱啊 他说 宽固里有的是 等他久后 我再提此事 他却适合否认 没过几天 我就在我的屋子里 发现了两块银子 发现了两块银子 上面有官府的大银 我就猜 他肯定跟观音案有关 这是一个大案子呀 八百两官银 一夜未到 当时 都惊动了朝廷监察御史了 扬州之府 下令破案 可案子 两个月没破呀 对于我们小小的江都 那是多大的压力呀 当时上面 治了很多人的罪 线洋 曹云洋们 都有设计 直到发生了杀人案 在吕庄家里搜出了观音 上上下下 才算喘了口气呀 我说 你这么撒瓜俩糟了 就想打罚我啊 除非再加二十两 吵着吵着 我们就动了手 我失手 把他给杀了 哎呀 总算是解脱了 梁大人 这也算是保住了晚节 何止是梁大人哪 对我 对很多人都是啊 只搜出两块观音 就草草结案了 抓了人 起了脏 这总算有个交代 这案子 也算是破了呀 他说有钱了 就可以撒开了逛清关楼了 哪家清关楼 潜心压住 可据我所知 吕庄案发当天和胖三刘家发 都在衙门直经 胖三刘家发都能证明 吕庄是没有做案时间的呀 没有听说呀 观音案的卷宗上有记载 没有 既然没有记载 那就是没有啊 施大人你想想啊 这么重要的线索 梁大人他不可能忽视啊 再说了 江都衙门 观音案的结论 那是周府衙门认可的 周府衙门 总比我们县衙的水平高吧 是吧 施大人 如果吕庄盗窃观音是真 那周府县衙 为何不让他伏法呢 不是还有赃款没有追回吗 谁也不敢杀呀 杀了他 如果上面问起追款的事 那不是又麻烦了 还是别惹事了 吕庄一直在压 这不是挺好吗 对他而说 还可以多活几年 您说是吧施大人 哈哈哈哈哈哈 草菅人命 只为明哲保身 永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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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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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等一下 大人 天霸找到地云会了 好 那儿请来 大人 念你一起来吧 蒂云会 你三哥吕庄 对你家一直不错 高山能去衙门当差 也都是他托人帮着照顾 我们以前就是一家人 世子不宽裕 却也和睦 你的证词我都看过 可是句句属实 句句实话 高山被杀前 你俩时常争吵 所为何时 他常出去喝酒 三更半夜回来 才吵的 他常出去喝酒 他的月缝也就那么点银子 也就够个温饱 哪还有闲钱去喝酒 大人您也知道 在衙门里当差 总有人求他办事 差使钱 斜角钱 轿子钱 每月总能进一二两银子 都是跟谁喝酒 问过他好几次 他都说 是跟衙门的同乡喝 哪个衙门 草运衙门 同乡是谁 我没问 为什么没问 我断定 他是跟女人去喝花酒 瞒着我 才编出一个同乡来 为什么断定 女人对男人身上的 胭脂味很敏感 再说高山脸上 时常沾胭脂水粉 有胭脂味 我曾想偷偷跟着他 看个究竟 他似乎知道我在跟踪 走得飞快 我没跟上 你证词里说 高山喝多后回家 嘴里总是哼着小调 是啊 什么曲调 哼的是扬州平潭 我记得 他老是唱的那几句 记得几句 就哼几句 他翻来覆去 也就唱这么几句 高山老家在扬州府太州 具体什么地方 万寿镇陆角村 可以了 你先回房休息吧 是大人 小王 安置一下 是 请 清关 清关 扬州平潭 江多有不少清关楼 难道高山只去前行雅筑 不 未必 也就是吕庄所说 要查 曹韵衙门的同乡 要查 万寿镇陆角村 让天霸去查 大人说得对 吕庄迪运会的话 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 各种证据 要互为验证 不可不信 曹韵衙门 柯大人 明日要给夫人做寿 您的礼物还没准备呢 对 对 小宝 背红纸 是 就送个这 这也太寒酸了吧 老爷真口门 大人的字 可是钱买不到的 施大人到 施大人 施大人 下官是礼 有识演员 恭贺可大人 施大人 里面请 请 请上座 请 施大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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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大人 施大人 施大人上座 诸位 诸位 失陪失礼 请坐 施大人 施陪 诸位 施陪 欢迎来 快出席 快快出席 哎呦 梁大人 快快出席 施大人 施里是地 有识语 赶快入行 没料到 柯大人 气度非凡 坐视面面俱到 柯大人 对夫人太用心了 同喜同喜同喜 为人谦和 还不识身份 这可是规避 听说 柯夫人的父亲 是巡抚邢大人 这么大瓜 柯夫人也算是宁门闺秀 柯大人 官小慈悲 邢大人肯把子女儿下嫁给她 想必是看中了柯大人能力 原品 当然还有相貌 相信她日后 肯定能出人头地 夫人到 好 恭贺夫人 恭贺夫人 诸位有礼 诸位有礼 诸位请坐 请坐 先宝 恭贺夫人 谢施大人 施大人有礼 施大人请坐 游大人请坐 洗菜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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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大人 请 最稀的 见到 新条 新条树 满目光来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带李大人庆贺夫人受担 只是不敢当 实在不敢当 多谢李大人 名女斗胆 也为夫人敬备薄礼一份 不尽之处 尚起柯大人与夫人海涵 多谢 最喜得 思绣 缘随随年年人才 《琵琶戒》讲的是蔡伯杰与赵五娘 你傅二切的故事 旅程银 风似雨 春时已舞 永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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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名女就先告辞了 多谢何姑娘 春莲姑娘 这么晚拿换了 快坐 坐 春莲 何若谦唱的曲和低云慧学的你觉得耳熟吗 低云慧唱的也是《琵琶记》里的选段 吕庄交代过 高山常去的地方就是千辛雅筑 千辛雅筑的头牌就是何若谦 我也是今天才知 何若谦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哪 她的美貌 才华 足以让男人为之倾倒 行为看似谦卑 实则不经意间流露出高傲冷漠的眼神 更是让男人欲罢不能 勾魂啊 好 春莲姑娘这孝是认同还是否定的 大人 你是男人 那你就是认同了 像她这样的女人 一般男人是沾不上的 一定要沾就得花钱 高山就是这样一般的男人 去这样的地方 想必每次花的银子少不了吧 我年缝四十五两 我想我是去不起 高山挣的那点银子更是去不起的 即便像迪云会说的 每月还能多捞几两 那也是去不起 咱们想 高山是经常去 还是偶尔 我明白了 跟高山相关的人 不一定是线索 但跟高山花钱相关的 那可都是 好 是 是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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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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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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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时的感觉是 琴艺唱腔绕梁于三日 不绝于过耳 世大人还说是开门见山呢 现在回想起来 弹唱者虽是闲情义去小曲 但弹唱者却似有几分哀怨的忧伤 也是巧了 日前在给柯夫人过寿宴时 又听到了何姑娘的弹唱 只是寿宴上喜悦的气氛 过于浓厚 弹唱者的凄凉就不好察觉了 师大人 这茶要凉了 是 师大人 这茶香吗 房间里的熏香气味太浓 茶香自然就闻不出来了 柯府的寿宴 喜庆气氛下 您自然是听不出我的诱伤了 琵琶技只是名女最为擅长的一曲 在邢夫人的寿宸上 名女奉命献唱吧 何姑娘跟柯大人这么熟 想必柯大人是经常来吧 柯大人与同济来过一次 我无缘跟柯大人说上话 之后就没见他再来过了 有家事的人嘛 自然以家庭为重 听说县衙里有人为何姑娘倾倒 谁呀 师大人说的是谁 你女怎会知道 高山 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 她是常来 但大人说起高山是何意 忘名是 高山涉嫌关银失窃案 所以 她是不是涉嫌呢 我不知道 但大人到我这里来打听她 可真是找错了地方 谣言止于智者 今后大人若是听到什么留言 不妨直接向民女查证 才是真实可靠的 好 师某此番打扰 冒昧了 到此 若谦 恭送大人 何姑娘 师某还有一事好奇 像高山这样的客人 来一次得花多少银子 我对客人都是一视同仁 看需要多长时间 看点什么曲子 客人要是愿意多给 你也乐意喽 那当然了 平均下来呢 一两银子吧 要是我来呢 彭毕生辉 不敢不敢 开玩笑罢了 姑娘留步 告辞 慢走 好 有何贵干 请议程大人 协查从陆小村搬来的高户人家 我只是个不入品的小吏 这事我管不了 此事非常 大人务必帮忙 镇上有三百来户 我先叫甲长你来问问 如果他还是不清楚的话 再叫保长便是 看着 石大人您请坐 请 赵师爷我就开门见山了 此番打扰 我是为了两年前的观影案来的 还请师爷指教 老朽愿为石大人效劳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听说案发后 整个江都人心惶惶 县衙的梁大人和文大人 也都担了责 当时就被罚了半年的俸禄 这扬州知府大人发了狠话 破不了案 避止梁大人罪 梁大人家了 心病都犯了 差点命归皇权 副知文大人被就地割职 曹运衙门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被办了十几个人 人人自危 都有哪些人被罚了职 曹运最多 江都曹运衙门的都市被割职 负责官库的经历被发配领难 扬州曹运衙门的大小几个大人 都担了责 当时江都曹运衙门的都市是谁 刘耀祖刘大人 现在可在 死了 那继任者是谁呢 柯天成 这柯大人当都市之前 是曹运衙门的经历 那个经历被发配 他为什么没事呢 那个经历管官库 他管运输啊 这曹运衙门油水多 是个肥柴 多少人都趋之若鹜啊 扬州府曹运衙门本来要派人来 可后来听说 知府大人点了柯天成的将 应该是特殊时期吧 用熟悉江都曹运的柯大人也对 这只能说柯天成柯大人命好 不许多人 小姐 小姐 来了 我们回屋歇着吧 怎么了 还生我气呢 买过于那宅子 我是真的为你好 我知道你自作劲强 我也是无意冒犯 我先问你 那人的寿宴 你为何不请自然 我那是寿江苏之州 李大人之托现场 不能不去 李大人 李大人怎会知道我的家事 你撒谎 真是李大人之托 你错怪我了 你在寿宴上唱的琵琶记 寒沙摄影 你在向谁示威 示威又瞎说 我早就想看看你夫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的夫人虽然是个好女人 可真不如我 你应该休妻娶我 你要的过分了 你要爱我给你 逼我休妻 你是想置我于死地吗 你怕什么 你是怕你那个巡抚岳父吧 笑话 我怕他 我今天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 他帮我什么了 那你怕什么呢 怕你娶了我让官场嘲笑 还是怕我影响你近身 你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 你是个男人吗 你说我不像个男人 我想让你是 好了 何姑娘 是我对不起你 都是我的不对 我一时冲动爱上了你 我是不可能秀妻娶你的 你也别痴心妄想 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不 天长 我不能没有你 我只求将来能跟你一起过日子 过两人的日子 岳父乃是当朝众臣 他岂能容我有任何余句的行为 我要是修了他当朝众臣的女儿 掩面扫地的刑家 他能放过我吗 我们可以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 我求你别再逼我了行吗 不 不 天成 你是觉得吃了亏 不甘心 要我逆补你 我可以凑些银子给你 只要你不缠着我 你说 你要多少 你说 你侮辱我 我们不吵了行吗 啊 天长 我爱你 我 我心里 你 我 你 就得病过世了 他爹丧气之后 就沉迷于赌博 一夜之间 输光了家产 他爹大病一场 把何若倩一个人 孤零零地 留在了人世间 撒手归西了 您好 我问一下王姐在哪儿啊 王姐啊 就在后面 王大姐 姑娘 你是 我是县衙的 县 县衙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来 姑娘 你坐 多谢 你 王大姐 你认识何若倩吗 若倩姑娘 认识 你经常见她吗 她以前倒是常来 给她爹上坟 现在都是一个好心人来的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她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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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当年的勘察记录 这五个就是张冠银的箱子 小心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里边 里边 这是刘二 就是他在看护何同镜的墓地 您能告诉我 何若谦长什么模样吗 何姑娘她很漂亮 她 她就是很漂亮 您能陪我去一趟江都 跟何姑娘见一面吗 您让我去江都见何若谦姑娘 这没什么 我就是让您陪我去一趟 说几句话就没事了 不是 您干吗让我去江都啊 何姑娘就在三河县呢 对啊 您说哪年的事啊 何姑娘已经在江都住了好几年了 不是 何姑娘老早就嫁给方家老五了 方家几代都在三河县住 没离开过呀 对 是 嫁给方家了 嫁人了 对啊 方五娘 方五娘 方 到了 方五娘 这位是江都县衙来的 江都的 对 找我吗 茂妹打扰 请问 你是泰州元商 何同晋的亲生女儿何若谦吗 我是啊 那何小姐 请问 你能想到谁知道你的姓名 冒用你的身世吗 你怎么来了 夫人请大人回府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大人还是回去一趟吧 夫人 夫人在 你怎么啦 谁又惹他啦 大人回去就知道了 品材 那妈那么 好 这来 说 童谣 去 去 冻 又有 Siek 夫妻摸狗 你就不怕我爹撕碎了你 夫人 你 你真是从哪说起啊 你以为我傻吗 你们俩那眼神 那一看就是有私情的人 才会有的眼神 别人不知道 我明察秋毫 我什么眼神 我错愕的眼神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你昨晚去哪了 我喝酒去了 你胡说 你去和若谦那了 老曹 在 说说我大清的律例 大清律例刑律规定 凡和间账八十 可用私刑处置 你下去吧 是 我昨天晚上是喝酒去了 是去的亲心雅筑 但是我们是几个人一块去的呀 我跟那何若谦 只见过那么一两面 听他弹过曲 根本就没有龌龊事啊 你刚才还说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你撒谎 你们俩的表情 一看就是有龌龊事 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 我 我们 我们 我们什么表情啊 暧昧 你不要在我这装疯卖傻 夫人 你也有点太武断了吧 说实话 否则 我叫我爹爹来问话 你别老大 你爹来压我 自从你娶了我 观察上哪个人不对你领眼相看 这是事实吧 你以为 我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是靠你爹的福音啊 我爹是没有直接帮你 可观察上谁不知道你是他女婿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他们哥哥对我另眼相看 你太自卑了 你也敢这么说我 我也 还有谁这么说过你 天成 天成 我知道你憋屈 我看得出来 可这不能成为你偷鸡摸狗的理由啊 我们刑家的祖训你知道 不粘斗不嫖妻 夫人 我怎么可能干违背刑家祖训的事啊 别人可以 你嫖就不行 人家那是清官 那也是下角流 天成 你要是看上哪个梁家女子 你告诉我 我风风光光的让你取进门 行吗 大人您的信 今天是我们的五周年 等你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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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岳欢 小姐 他来了吗 再去看 是 小姐 来了吗 没有 小姐 不如您先回去休息吧 这儿让我来收拾 干什么 我说这儿让我来收拾吧 不必了 小姐 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扶您回去休息吧 好吗 来 来 来 小心 慢点 慢点 万寿镇户籍上 竟然没有高山他爹 高水根家的牌甲 是甲长找了一个 家在陆角村的差役 才在镇上找到高甲 高甲悄悄买下了那座宅院 不上户籍不报牌甲 见不得光啊 花了多少 一百七十多两个银子 火 我这个失线不吃不喝 干四年 难道就不能是高山的两个兄弟 发了什么横财 一个开了个酱铺 虎口而已 一个体肉多病 在家养着呢 这一百七十多两银子 说不清来源呀 按大人吩咐 我请求泰州支县协查 抄了高架 在大宅院绝地三尺 高家没那么笨吧 也好不到哪儿去 最后啊 在开酱铺的他大哥家 找到六十两官银 银子上都踏着棺子 二百三十两脏款 可棺银丢了八百两嘛 官库的院墙一丈高 一个人背着他 即使靠梯子也翻不过去 更何况 案发当晚 门外还有四个守卫 每半个时辰巡逻一次 窃贼要想在半个时辰之内得手 还不发出半点动静 一个人可能吗 高山盗官银 受益的是高家 何若谦也是受益者 高山迷恋了何若谦 为了美人 不惜犯王法 当然也有可能是何若谦 引诱高山盗窃官银 我办过的刑案里 许多不可能 不应该发生的事 都发生 夫人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大驾 你这是干嘛 你叫我过来 就是看你下跪的吗 夫人 我 跟天成有段难以启齿 不为人知的过去 今天必须要跟你说明 你说什么 我跟天成背着你 做出了苟且之事 只是我不想再瞒着你 得坦诚地告诉你 求你原谅 你们这对奸负淫妇 我被活泼了 你不可 说 你们都干什么了 若是我没有凭证 我也不敢跟你说 你先看看这个 信不信你自信才多吧 你也该认得 这是柯天成的手帕吧 你还没在家里 你还没在家里 我损惊 你还没在家里 我损惊 你很想 我损惊 你还没在家里 我损惊 你还没在家里 我损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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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在家里 她又损惊 我损惊 你住她 闪开 闪开 口窃之人 夫人 口窃之人 口窃之人 不是 夫人千万别动气 你要是再乱了心智 可就不好医了 你怎么不真死 你做的那些丢人事 你 你让我们行家大而入了你 夫人我知道错了 我希望你静下心来 你听我说 别人什么都告诉我 你还说什么 我当时 我当时真的是一时糊涂 你怨我恨我都是应该的 但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子呀 你也得为咱们的领儿想一想吧 你怎么罚我都认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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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发誓 你不会再骗我 我发誓 我发誓 我要是再去见他 天打雷劈 死无葬身之地 死无葬身之地 大人 方五娘到了 她就是真的何若前 见过大人 姑娘周车劳顿 辛苦了 快坐快坐 师大人 你们说的那个人应该是吴金 吴金 嗯 我家曾有个在后厨生火做饭的老妈子 她带了一个女儿 名字就叫吴金 她年纪与你相仿 嗯 我爹让吴金做我的婢女 我爹喜欢琴棋书画 喜欢平坦 那个时候 我爹给我请了很多的名师 从小就教我那些 吴金呢 也就跟着学 他听姿聪颖 每天在旁边听着看着 很快就都学会了 几年以后 我爹被诈赌 骗光了所有的家产 我便带着他去扬州府申诉 回来不久后 他便偷了我的部分首饰 偷偷逃跑了 当时可有报官 那倒没有 念在昔日情分 就任由他去了 其实这么多年过去 我早已经忘了他这个人了 不过春联带我暗中见了他 他的平坦水平 可比以前高了不少 姑娘是大度 善良 好 大老远赶来 肯定累了 快让春联带你去歇息吧 好 天成 跟我走吧 我们离开江都 去过神仙般的日子 直到永远 你 你要再逼我 信不信我亲手杀了你 杀我 你为何这般绝情 信不信现在就杀了你 好啊 你真狠 杀吧 你真狠 你这能代表什么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未免也太一向天开了吧 天成 不要拒绝 不要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的人是你 你给我滚 尽生尽世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你我情未尽 缘未了 我是不愿意见到两败俱伤的 杀开 我们后会有期吧 柯大人 怎么了 施大人 施大人 坐坐 不不不不 施大人 我真的是活不了了 我那个夫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那岳父还不扒了我的皮呀 夫人怎么了 那个何若倩 他跟我夫人说了 我们俩那个奸情 今天他要去衙门威胁我 要逼我休妻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揭发他 何若倩吗 对 你要揭发他什么 是吗 施大人 这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 姑娘要是方便可否单独说话 施大人有请 施大人 施大人 有何要事要与我商谈 在我到你这儿之前 柯天成 柯大人 已经把他与你之间 所有的点点滴滴都告诉我 他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自打我在扬州府 见到在布镇史丝当差的柯大人 就深深地爱上了他 他到江都 我便追到这儿 施大人 难道不为我的爱感动吗 是因为这个 所以你就偷了何若倩的首饰 到了江都 我知道这事是瞒不住的 你为何要调查我 因为你和官吟盗窃案有关呢 施大人说笑了 你怀疑我跟官吟案有关 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婚官 吴金姑娘 我现在来是劝你自首的 你可比传说的差远了 难不成是我冒名顶替了何若倩 偷了他的首饰 有略计 何若倩善良大度 念在你们多年的情谊 并没有告你 哦 那就是高山死人开了口 诬陷我 姑娘 你这是何苦呢 你才一双全 本可以好好活自己的 我自己活得好着呢 施大人你是误会我了 我可是越南人无数 我同样也看得出施大人你 是个讲情谊有智慧的男人 待会我就无情无义了 你现在招算你自首 等待会证据找到了 你就没机会了 那就等吧 等我的金牌 大人 施大人开始吧 好 开始吧 开始吧 你们两个从这儿开始找 是 你们两个从这儿开始找 是 找仔细点啊 是 你身边这两个丫鬟真是不错呀 这个时候了还对你不离不弃 人总是要有情有义有底线 大人有东西 大人有东西 来火吧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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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五十定官银 就足以判你死罪了 你还无法务上 我听什么 你听什么 我听得爱 你还能吃什么 我听得还不那 我听得很 single 我听得很难 施大人 何大人 可是官尹找到了 找到了 抓我 抓错了吧 证据呢 证据呢 别喊了 给他们刑驾留点脸面吧 升堂 来呀 待人犯 跪 诗诗伦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了往上爬 竟陷害忠良 你有证据吗 我岳父大人会饶得了你 忠良 你配吗 这时候想起你岳父大人了 高山死了 唯一的知情人开不了口了 所以你嘴硬好 我给你证据 你和高山都出生在 扬州府万寿镇陆角村 你俩从小相识 你比他大一岁 你到了江都 有一次在千辛雅筑听曲子 最喜得 今朝新旧树 我岳父大人会的天变 漫无荒暗 爱死心 我岳父大人会不想 我岳父大人会不想 阿外人才 花夏长枕 滚酒 柯大人 您还记得我吗 严生 您是 咱俩一个村的 我高山 村东头高家 对呀 你是村西头 我村东头 这柯大人 跟高雅一经常来 这柯大人酒量不行 经常喝多 我感觉这柯大人 就是借酒消愁 这高大人总是宽慰的 他们说什么 那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有一次 我给他们送酒过去的时候 我听这柯大人说 他在自己在家的时候 抬不起头来 他岳父不帮他 窝囊 这能说明什么 我窝囊 我窝囊跟官爷有关吗 他刑家人凭什么对我一致其事 就连刑方言从娘家带来的管家 丫鬟 都敢给我脸色看 不就是有个当巡抚的店吗 我在我们老家 好歹也算个名人 每次家里来人 我从来不敢往家带 我爹妈来了都不行 我在他们家 就像个入赘的 罗倩 反正我的仕途也停滞不前了 要不 我弄点银子 咱们去杭丘府 买个大宅子 娶了你过日子如何 天成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更是个好官 你在草原衙门从未起过贪念 好好做官 千万别有非分之想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我都愿意跟着你 官爷那宅子 你不是很喜欢吗 我把它买下了好吗 你买 你也看不起我 怎么可能 你太敏感了 你是骨子里的自卑 你敢这么说我 你个清官贱人 我不自卑 我不吃软饭 我不用女人养 我不做缩头乌龟 天成 天成你听我说 天成 从那以后 天成开始疏远我 我一次次想要挽回 直到有你是 他决意放弃 我就用了过几手段 是我故意告诉 幸夫人我们之间的关系的 我就是想借幸夫人之手 把天成赶出家门 他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但我是算了 在逼我 信不信我亲手杀了你 杀我 杀吧 你在手掌上写的字是 官银 买官 杀吧 师大人真是天资聪颖 你把柯天成吓傻了 高山分了他那一份后 又起了贪念 多次逼着天成想多要一些 可天成买官也花了很多 他自然是拒绝 而高山又忌惮天成的背景 他实在是没办法 所以高山找到了你 因为他发现了你和柯天成的把柄 他拿这个逼迫我 让我去找天成要 说事成后会分我一半 我怎么可能会相信高山的谎话 因为我绝不会相信 天成会干这杀头的事 你真会憋 这空口白话说的 让我帮你去药 天成信吗 不信 不信我给你写下来 你拿给他 我就不信他不认 那你就写下来 写得仔细 他才会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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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没事吧 没事 我说 你写的这些 像围墙被蹭出痕迹 墙皮掉落 衙门在勘察现场时 也会发现一些 天臣不会认 有没有 只有你们俩才知道的 有啊 赶紧 开座 没事吧 没事 我就说 我真的会发现了 这些人 什么事 都没睡觉 都没睡觉 你一起睡觉 什么事 我真的会发现 你自己发现了 我真的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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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抓完了 快 有血 没事 快 走 快 钥匙 拿走 不要了 走 走 他为什么股东我去投官过 那是要给上面送银子 来买个曹云衙门的都市看看 我不信 这么个小七品 他岳父就一句话的事 用得着买吗 我也不信呢 那得花多少银子 不值 有那些银子 还当什么官啊 柯大人跟你不一样 当官就他成功的标志 他为了让邢家人看得起来 又不能去祈求邢家恩赐 他要自己赶出来 让他岳父大人 对他另一眼相看 对了 他叫寻佛大人 岳父老头 这是他心底最隐秘的事情 你怎会知晓 他连杀头的事都能想得出来 告诉我这事算什么呀 那你把这个也写下来 写可以 亲一下 那 你 如果不是柯天成 借刀杀人嫁祸于你 你是不是准备永远不说出来了 是的 你这是包庇罪犯 如果天成回心转业 这事是要烂在肚子里的 他害了多少人呢 善恶有报 你也得付出代价 你要在这儿待上几年了 我们对比了高山的值班记录 字体吻合 这是案发后勘察纪要 东南墙上有瓦片脱落 墙面有刮蹭痕迹 这是你栽赃何若谦的证据 如果不是 Dannnick的证据 这位是一aver 后来是自己的证据 下来 不就做证据 自己的证据 的证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还有何话可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早就应该杀了高山 你没有想到高山会告诉何若倩 可以想到 吕庄杀了高山后 你得是多么的庆幸 士大人也没有想到 师我让高山把两定官银悄悄放在吕庄处 一旦出事即可嫁祸旅装吧 我还没想到你会栽赃给何若倩呢 你恨他吗 不害 我不逼他 他不会说 是你带我们去取脏物 还是我们自己去 有区别吗 有 你带我们去 死都会痛快点 你带我们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